一近五度连任的国民党籍高雄市议员陈丽娜 原本宣布这次没有要竞选连任 没想到最后一刻压线登机参选 随即引起一连串的政治风暴 外界骂声不断 对此陈丽娜出面回应 即使是党内的沟通出问题 才会导致这出尴尬场面 而在日前陈丽娜也决定退回政党推荐 让政党地区回归提名三人的原状 但省委会却不买单 根据规定已经无法撤回推荐书 省委会也正式告诉我说 9月2号之后所有的资料都不能撤 那所以在书面上面 可能没有办法撤的状况底下 还是会这样子印出来 那但是呢在党部的部分呢 我已经正式跟党部提出 我要退政党的推荐书 那所以党部这边也已经接受 那中央党部也已经知道了 沟通联系总是都慢了一拍 那所以在这些里头 的确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去理解跟谅解 那如果说沟通都很顺畅 我相信今天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虽说参选是为了顾全大局 但还是让同选区的党内新人相当不满 扎重金参加初选后胜出的陈世民 碰上陈丽娜突击市登记参选 决定勇敢站出来说出心里话 因为我这几天也在思考 因为到底我是要选择沉默 还是选择来挑战这个不公平的事情 那我会觉得说既然我是代表青年参政 我就要为所有党内青年做一个榜样 我对抗的或是我抗议的从来不是陈丽娜 而是这个制度上的问题 就是当如果初选制度被这样子破坏的话 那对国民党未来尤其青年参政的话 是一个很伤的地方 所以我对抗的从来不是陈丽娜 而是对抗这个不公平的现象 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才决定挺身而出 陈世民现身诉委屈 而在另一边陈丽娜也释出善意 那市民也不要觉得丧气 就是说如果在这方面你有觉得 哪里不妥的地方 其实可以来跟我们大家来讨论 那我们一定会协助他 那希望他也能够在地方上面有好的表现 蓝营参选风波还在延烧 绿营也加入战局围剿 身为同选区最守城市中 认为临阵反悔登记参选的举动 破坏了初选机制的游戏规则 说不登记现在又登记 那这个是不是破坏了这个游戏的规则 那也导致他们党内的新人 他已经投入资源 已经跑了这么久 那现在好像被打了一个巴掌的一个状况 那根据选爸爸规定 在截止之后 也没有办法再缴回政党推荐书 所以在选举公报上 丽娜议员还是国民党籍 国民党的推荐跟提名 所以这是没办法改的事情 陈丽娜也坦言这次引发的风暴 是她从政二十多年来也始料未及的 第十选区的妇女保障名额成为关键少数 陈丽娜峰会路转宣布参选也情有可原 更是让这次前政党上的选情备受关注 记者邱怡婷 宁嘉义 高雄报道 如果想我会努力 结果我不要求 就此事还能购物 你说我们都不认识